主说第一件事情 艺人的脚步是由我所带领的 我看见主正在为很多弟兄姊妹 有一些弟兄姊妹 你们前面的服侍的道路 有所新的安排 跟新的一个领受 但是呢 好像呢仇敌呢 也在那里想办法去拦阻你们的前进 但是呢主持孩子 不要为这个事情惧怕 因为呢我要与你同行 迟到时间的末了 因为这是出于我的 所以你们出去的时候 要刚强壮胆 刚强壮胆 主说凡是你们所需要的 我都会给你们预备 而且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你们所需要的恩赐 我也要给你们预备好 好使你们的这个成全圣徒 我以圣徒来所预备的这个服侍的方式 现在这个时候呢 神说我要给你们换新的皮带 有新酒要浇灌下来 我看了有的几兄姊妹在心里面出来问号说 主啊我是否拿了新皮带 我是否领做了新酒新油 主说呢 孩子你不要急 每一个人我都会按照他的成长的时间 跟精力来给他们 给你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定做的这些服饰的这个安排 感谢主 赞美主 哈雷路亚 谢谢耶稣 感谢主 我感觉到今天晚上呢 神在教我讲的这篇信息里面 也是告诉一些弟兄姊妹 你们前面的道路该如何行走 感谢主 赞美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的 我在刚刚想这个领受恩高的时候 有多少人有感觉到有领受恩高了 你举手我看一下 感觉的领受恩高是什么样 是有电流呢 还是有重重的感觉呢 还是有什么香味的香气呢 还是有看到这个手上发热身体有电流 还是怎么样 你们也可以留在这个聊天的里面 留在聊天里面 我也可以看一下 OK 脖子发热 OK 好的 身体发抖 发马 都有 打哈欠 手电流 手很重 OK 很护重 全身马 感谢神 感谢神 好的 手上热 身体热 OK 全身火烧通电 好 感谢主 感谢主 你们派出我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神将他的恩高 你们要注意这个神的恩赐赐下来 恩高和能力赐下来 是全世界的钱买不来的 要竭力保守神给你的恩赐 那怎么样恩高和恩赐呢 就是第一个恩赐要使用 第二个恩高呢 尽量避免自己在嘴身上心思一年的犯罪 因为这个罪沾染的时候就会使你的恩高留掉 OK 好的 感谢主 好 感谢主 好 看见 看见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 我们要讲一篇道呢 这个道呢 其实呢 弟兄姊妹都已经有 我讲过好几次 但是今天呢 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 感谢神 好 我们先来把这个圣经交出来 嗯 这篇道我是有讲过 这个是以利亚跟以利沙 这个以利亚要成 这个要被神接种所讲的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从第一节 第一节 第一节 那么这个第一节是讲到什么时候呢 这个第一节看的是这个 这个 到十四节 好 那么这个 好 这个 这个 立军老师 你帮我念一下 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 好的 耶和华要用旋风 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发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往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 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也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坐生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 往耶利哥的先知门徒 就近以利沙 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坐生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一同前往 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 远远的站在他对面 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以利亚对自己的外衣卷起来 用以打水 水就左右分开 二人走干地而过 过去之后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以利沙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以利亚说 你所求的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 不然必得不着了 他们走着 正走着说话 忽悠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 阿们 念到第十四节 十四节好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悠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旋风去了 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后不再见他了 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 他拾其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 回去站在约旦河边 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 说 以利亚的神啊 在哪里呢 打水之后 水也左右分开了 请牧师往上一点 下面的字看不见 以利沙就过来了 阿们 谢谢牧师 感谢主 感谢主 哈雷路亚 我在 在这个 听这段这个念着圣经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被高谋 我就一直在被高谋 弟兄姊妹 这个神的话是有能力的 他有能力的 这个 这个寻求耶和华的面 以他的能力 切切寻求他的面 切切寻求 两次是讲了耶和华的面 一次是讲能力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歧视性的恩赐 就是来的是面前来寻求他的面 好的 那么这个 这个这篇段我讲过好几次 但是呢 今天的神教我看见了 用一个不同的方向来讲 那为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这段时间 刚好今天神将新酒性油交换下来 那么新酒性油是干什么呢 跟这篇道也有习习的相关 为什么呢 耶和华要用旋风节 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以利亚与以尼莎就从吉甲前往 那么这个吉甲是什么意思呢 是将罪滚开的意思 他将罪滚开 那么是什么呢 是代表一个基督徒的生理路程 那怎么说呢 就是说呢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 我们来承认自己的罪过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 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 那就是什么样 主耶稣的宝血 主耶稣的这个十字架上 所做的救赎的工作 就想把我们的这个代罪之身呢 我们的这个地位就改变了 什么叫地位呢 就是从前呢 你我是在这个撒旦的这个国度里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就必得救 就必得救 所以说呢 基督徒得救的时候呢 就是将罪滚开的意思 那么这个将罪滚开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仅仅只是得救而已 那么神还要叫我们什么 要有得胜 那么所以说 当一个基督徒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要讲的一个属世的一个生命呢 我们会带着有悖逆的生命 我们会带着有怀疑 我们会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做传言 我们有时候也常常被容易被欺猴 因为什么样 这个羊啊 是一个很这个单纯的动物 所以说这个在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犯很多在世界上所犯的 那么这个因此怎么样 我们又教导 教导什么 教导神的话 教导这个一致内在一致与世法的话 教导这个属灵征战 教导这个先知其事 又教导门徒训练 又教导什么样初心造就 因为什么我们对真理不明白 所以说常常信心会摇摇晃晃 摇摇摆摆 所以说呢 这个做一个基督徒呢 将这滚开的时候呢 虽然是信了耶稣了 信了神了 但是什么是一个幼小的baby 为什么呢 幼小的这个孩子刚刚出生一样 会懂得叫爸爸 会懂得叫妈妈 但是其他的都不懂 我记得我的孩子呢 这个老大生出来以后呢 我在 一直到了九个月以后 有一天呢 我在我的书房里念书的时候 就听到他在隔壁说爸爸 爸爸 爸爸 他就开始叫爸爸 这个是第一次开始讲话 我起先听的时候呢 我还不太总觉得 因为没有人叫过我爸爸 那么在听了第二次 在听了第三遍的时候呢 我确定是我的老大 他在他的这个婴孩的 这个小床的里面呢 就在那里叫 我就把我的东西一丢下来 我就冲到他房间里面去 我就看到他 他就看到我就叫爸爸 爸爸 我高兴得不得了 我把他抱起来 亲了半天 哎呀 这个从头亲到尾 为什么呢 他能够认出我是他爸爸来的 所以说呢 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圣经也说 他说天上都会有欢喜快乐 为什么有一个 多增加一个灵魂 生在神的活度里 多不容易 多不容易 所以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他说 我为你们小子再受生产 之苦 这个男人怎么会受生产之苦呢 那个意思就是说呢 当一个母亲怀孕的时候呢 他才开始受孕 这个孩子呢 开始在这个母亲的身体里面 一点一点的成型 那么一点一点的成型 这个母亲呢 这个为了怀孕呢 常常会有什么害喜 那这个害喜呢 有时候吃不下饭 有的时候会吐 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这里不舒服 那里不舒服 那么每一个月呢 有的这个母亲怀孕的时候呢 从这个怀孕开始一直到生出来 都是在害喜的期间 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辛苦 那当然也有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母亲的怀孩子的时候 并没有那么辛苦 但是呢 都会有一些症状 我记得呢 在师母在怀老大的 这个怀孩子的时候呢 到最后孩子慢慢大 大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 他的这个下肢都会有时候肿起来 这个腿都水肿 为什么呢 因为会压到这个 这个 这个膀胱了 或是压到什么呢 这个排水呢 就不那么方便 所以说呢 这个身体都会浮肿 那么身体会经过整个的变化 整个这个母亲的这个 荷尔蒙的都会调 调适起来 然后呢 生完了孩子以后 这个做母亲的这个身材 也会也会改变 那么所以说你看 这个这个生产 这个保罗为我们这个 这个小子们在受生产之苦呢 就是说他从一开始 将我们带领信主 一直将我们带领到成熟的一个阶段 在神面前伸出这一个一个灵魂出来 是要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因为不是一传你就相信的 当然也有人第一次听了 这个这个这个福音就相信的 但是这样子的人好像并不都有 那么大部分是什么呢 都是要与他来那里打合征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的神呢 在我们心里面 将我们心中的眼睛冻下了 所以说明了 世界的这个仇敌恶者 撒旦的力量 就在跟我们在争夺这个灵魂 所以这个不但要为他传福音 还要为他祷告 还要从神给我们策略 为他认罪悔改 然后呢 把这个灵魂带来了以后 怎么样呢 这个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只是一个什么样 得救 那么如果他在那个时候死的话 那这个人还是得救 但是问题是什么 他要是活下去的话 还需要得胜 得胜 那么得胜怎么样 有内在意志与释放 有这个内在意志释放的教导 教我们对这个罪的这个 还有神的律法 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 那么还要经过初信造就 把基督的福音 把基督的救赎 救恩 也要给他重新交出来 那么要参加什么样 参加这个查经班 要参加这个特别的聚会 还有各式各样的造就聚会 我记得那个时候呢 我这个被神重新带回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呢 我记得我每一次的查经班 我都来 祷告会的时候 只要是不是太忙的 那个时候我还在念书 那么这个我都是会进来去 那么这个有特别的聚会 我一定也是会到场 主日也会到场 那是干什么呢 那是将怎样 这个将追滚开的意思 就是说把这个罪的诠释要滚开来 这个罪的诠释分两种 一种是什么 这个神他不要你得救 那么但是你得救的时候 把我这个老我要重新改 改变过来 那怎么改变呢 就是靠着神的话 靠着神的灵 所以说呢 这个聚会呢 所以为什么圣经说 那我们聚会不可以停止聚会 向他停止惯了的人 什么叫向他停止惯了的人呢 就是他的灵里面 已经开始觉得麻痹 他的灵对神的话 已经开始隔绝 或是迟钝下了 为什么 因为他受世界的沾染 受世界的这个 这个世界 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沾染 那么心里面就慢慢慢慢偏开来 那么所以说 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呢 这个 要经过相当一段的时间 那么才会开始 开始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所以说江罪梗开里面呢 就有很多的学习跟操练 很多的祷告跟实习 那么这个等到什么样呢 这个以利沙 这个以利亚带以利沙到伯特利 那么伯特利我讲过 这是讲天门 那么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天门那个伯特利呢 就是雅各去逃往他救助拉班的家中的时候呢 他就在这个地方呢 就梦到梦见了有天使在梯子上上上下下 他说这个地方是天梯 天梯 也是天门 看到天使 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信徒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的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经历 在属灵的经历 你做医治释放 有医治释放的这个经历 你做身体的医治 有身体的医治的经历 你做预言启示的 有预言启示的 你经过属灵征战 有属灵征战 你做了异梦 你要学习怎么样去诠释这个异梦 那么这个都是有不同的一个学习 那么都是在伯特利 那个伯特利是什么呢 在与神的灵相交 那么在与神的灵相交 那这个神的这个 这个知识是无穷尽的 这个经历也是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有的是类似的 有的是不太一样 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经历 所有各种各样的经历 这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呢 所以说呢 在这里怎么样呢 伯特利 那么伯特利这个意思是干什么呢 是你与神的关系的交往 跟殿下的跟进 那么说一个人要认识神 不仅仅是从神的话语来认识神 再更进一步的是 在神的灵里面去认识神 所以说呢 这个字句要抓得太紧的时候 容易什么样 容易僵化 就变成律法 律法主义 所以说在教会里面 会不会有律法的这种 这个主义会有的 会有为什么呢 他仅仅抓了字句 因为字句叫人死 经历叫人活 那么这个字句叫人死的意思 是什么的意思呢 这个律特斯讲的律法 这个律法来了就是定罪 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是靠律法来过日子 这个能做 那个不能做 这个能吃 那个不能吃 一天到晚 你看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这个做得不够好 那个不够爱主 那个不够圣洁 所以说呢 你看 这个东西并不是神所喜悦的 因为神来了我们当中 并不是要用靠的律法 给大家定罪 若是要靠的律法 给大家定罪 没有一个人过得了关 很简单 你恨人就是杀人 就这一个问题 这个没有一个人敢 就是说 敢说我从来一辈子没有恨过人的 我起码服侍了这么多年 没看过有任何人敢 是这么举手 那既然如此是什么样的 这个经义是指的圣灵 所以说你看 当圣灵大大浇灌的那一天 彼得站起来讲到三千多人悔改 三千多人悔改 当这个律法搬下来的时候 他们在地上 以色列在旷野里面 做金牛犊 在摆金牛犊 所以摩西就处死了三千多人 所以说当神的灵降下来的时候 三千多人悔改信耶稣 众人听的都觉得扎心 所以说神就把他的律法 跟他的灵 跟他的复兴的灵的工作 叫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 难道是神的律法不对 绝对不是 但是律法并不能完全成就神的恩典 神是以他的恩典 向他的审判来夸身 神不喜欢审判 我跟你讲 若是神要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 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来 不要说是服侍他的 活都活不下去 所以有时候我也常常问主 我说你知道我们给你带来的就是头痛 就是伤心 只有那个少数爱主的弟兄姊妹 使你心可以得到一些安慰 但是就是这样 我们还是怎么样 软弱 所以说怎么样 圣经里面说 我们是在神的面前说怎么样 无用的仆人 是不是 你说我有很大的恩赐 他有很大的恩膏 怎么样不错 但是你晓得吗 有时候家里面出一点事情 就把你卡了半天动不了 是不是 你说你有多大的用处 你说我一病赶鬼上天下地 哇这个无所不能 但是家里出了一点事情 你就完了卡在那边动不了 所以弟兄姊妹 神叫我们看见 我们是非常有限的 若不是神的灵在你我身上 我们能够做什么 真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这个你这个在活特里 在与神的面前的交通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启示 看见不要忘记了 都是神的灵 若不是他的灵在你我身上做工 你我什么都不知 不要说是先知 也不要说是后知 那个叫做不知 所以说你看 我们在这个伯特里这边 是说学什么的 那么你在天文的学的是什么 除了各项的恩赐是怎么样 你在学习与神 在建立一个关系 所以说呢 在圣经上说 你们要寻求我的面 也寻求他的能力 寻求我的能力 要切切寻求神的 要把他面 神的面 那么神的面是什么呢 是与神亲近 神的面是什么呢 你以他亲近 是他会告诉你很多的事情 就是启示 而启示的时候呢 你就才知道 这个圣经人说 他是我悟性 我便活了 而这个悟性 就是什么意思呢 而就是叫你突然懂得 你原来不懂神的奥秘 而所以说神 在这个天文这个地方 要把他很多的奥秘 向你我启示 而使你能够怎么样 有增长智慧跟知识 而敬畏也很好 那么这个 知道了神的能力 要敬畏神的远离恶事 是不是 所以说呢 你不是靠守律法称义 乃是靠因性称义 这是罗马书里面 所讲到的事情 所以说在这种 情形之下的时候呢 你有了天门的经历 那么下面一波 是到了哪里去呢 神又把你带来耶利哥去 而这个耶利哥是什么 耶利哥是巨人的城 而是亚纳族人 而这个 在这个 利法英也好 这个亚纳族也好 这都是巨人 所以在这个 这个应许之地 是什么 是有着巨人 那么这个巨人代表什么呢 代表骄傲 代表恐惧 代表悖逆 代表贪婪 代表淫乱 各式样的不法的事情 而这个东西呢 好像呢 你觉得是一个巨人 那么这个巨人是怎么样 就是你没有办法靠你的肉体来得胜 你没有办法靠你的肉体来得胜 因为那个巨人是非常高大 非常高大 所以说呢 在这个考古的里面呢 这个他就查到这个巨人最高的身材 有36英尺 就是13公尺 所以说当时为什么 探子进到这个加南地 回来以后 有十个宝 坏消息 都说那个是吃人的地 我们不能去 他说我们在这些 这个人的面前 在他们面前像炸猫 他们看我们也像炸猫 那个炸猫有多高呢 差不多就是脚的高度 一脚可以把你踩死 如果说你真的走了一个 三十几英尺的一个巨人底下 你真的他一脚可以把你踩死 因为那个人身体 可能有几顿的重量 他比一个恐龙都高 所以说你看 所以说再次 这个属灵的恩赐是什么呢 因为加南其族翻出来的意思 就是我刚刚所提的这些事情 有骄傲 有恐惧 有悖逆 有淫乱 还有心中没有设防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呢 不是靠你用肉体可以去攻击的 你要怎么靠 你要靠这个在 在伯特利 跟在吉甲所受的训练 在吉甲你是受装备和训练 在伯特利你是经历过神 看见他的大能 那懂得依靠神的知识 跟神的业化的大能 就是靠圣灵的能力 然后去什么样 把自己的这些老我 要把他对付掉 这个拦阻 我们进入属灵的高度 是那个老我 你有恐惧 你有惧怕 你有骄傲 你有贪婪 你有这个淫乱 你有这个心中没有设防 就是那个心思念 非常的混乱 人家叫你做什么 就东跑西跑 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来做什么 常常只要有聚会就跑 只要有什么东西就去 都没有去问过神 甚至于给自己沾染了 非常多的这些污秽 为什么呢 你不要以为这些 这个牧者们都是干净的 有很多的牧者 他自己的一致十方都没有做好 带了很多的从小到大的掺杂 你的灵要是不够敏 你没有办法体会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你要祷告 你要懂得怎么做意志释放 你要怎么懂得去这个属灵征战 这些东西是什么样 你都把它学会了 在吉甲学会了 在吉甲的功课学好了 伯特利的功课学好了 有神的话 有神的知识 有神的灵的能力 那么你才能去面对这个属血气的这个巨人 这个巨人不是在外面 这个巨人是你我他在我们里面的 我们这个生性的 这个生来的罪性 跟我们在世界上所建立的一些 属世的一些不好的观念跟价值观 统统要被对付掉 因为这个会拦住我们进入属灵的高原 那么这个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这个以利亚对以利沙在第四节说 要不要拆迁我往耶利哥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怎么他不愿意 他说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 那么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若是以利亚 以利亚算是他的师父 那么在这里也可以真正带领我们的是什么 就是圣灵 那么你仅仅跟着神的带领走 不累不弃 有的人到了什么样 这个吉兆 反正我得救了 我有偶尔去聚会了 我也偶尔上过族学了 那么这个东西反正我得救了 就OK了 我就不再去追求了 他就在这个怎么样 他永远听的就是一个悔改的信息 所以在今天的很多的教会里面 一直在吉兆那里徘徊 要认罪 要悔改 要讲这个讲那个总是在什么样 好像在给婴孩吃东西 不要真净 不要骄傲 但是这个神呢 要我们长大 要我们知道神的这个慈爱 有何等的藏口高深 要我们知道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叫我们经过苦难 叫我们依靠神能够得胜 就知道神是可信使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神 这个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了以后 虽然有十次降灾在这个埃及 但是怎么样 他们一过了埃及 一过了一出了这个红海以后 就在沙漠里面抱怨 说没有这个肉吃 没有这个韭菜吃 没有那个吃 就在那里抱怨 那么这个所以说呢 神说我不再主动的为他们 除掉他们的敌人 我要与他们怎么一同来争争 他们要求告我的名 所以说呢 神就改变了策略上 叫我们去学习如何依靠神来征战得胜 这样子把我们的信心建起来 你看这个十二个探子去 十个探子回来 这个信心都丢光了 吓得胆都破了 只有两个人 这个 两个人 那么这个 这个约书亚跟迦勒 那么只有两个人 在超过二十岁以上的男人 只有两个人 就是约书亚跟迦勒 活着进了迦南应许之地 所以说你我生下来 就有信心的不读 非常少 那么这个信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你看呢 这个 这个等他们过迦南的时候 他说众人如同一人 凡是在这个 离开迦南应许之地 二十岁以上的男丁 都在旷野里面 四十年之间死掉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不幸 那么在旷野当中出生 或是在这个二十岁以下的 因为亲眼看见了 他们依靠神 能够步步得胜的时候 所以他们的信心就长大了 所以你我呢 要进到这个叶利哥的时候 这个过约旦河的时候呢 要这个 约旦河是什么呢 约旦河是代表一个信心的转折点 你看 如果说你没有在叶利哥 靠着主得胜 得胜什么 得胜自己的这些软弱 你没有在这个 伯特利有这个 鼠天的很多的经历 经历过神的信誓 跟经历过神的启示 你没有经过 几个好好的装备跟教导 这个释放等等 你把这些都累积上去的时候 你才能到业里 到约旦河 你没有这些经历的时候 你到了约旦河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过去 因为你的信心不足 你的信心不足 所以说等到约旦河的时候 是一个转折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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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利亚呢 就问她说 她说呢 你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呢 我只能 永生的雅花起誓 又敢在你面前 说我并不离开你 到最后怎么样呢 这个 以利亚对以利沙 这是第九节 过了约旦河以后 我未曾被揭去 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以利沙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的感动我 你看 我们追求主要怎么样 一直追求主 到什么时候呢 到新酒 新油 加倍的恩高 吃下来 我相信 很多弟兄姊妹 包括我们的同工团队 都在过去的时间 在等候 等候 等候 等候并不是坐在家里 看电视 等候也不只是 是在那里 做某些的服饰 就是你一直在神面前累积 续 像这个锄电 这个电瓶要续电 这个怎么样 在各方面 增加你的阅历 增加你的见识 增加你的经历 增加你的信心 增加你的知识 等到时候到 什么样 到越南河的时候 什么样 神说时候到 现在我可以把 更大的恩高 赐给你 所以说你看 这个以利沙 什么样 到最后 什么样的 就得到 就得到 所以说你看 我们今天 我相信神在这个时代 你们要提升大家 提升大家的时候 怎么样 你我要经过这些东西 如果说你说 我觉得好像还没到越南河 你不要 不要怕 只要继续跟着走 继续跟着追求 有一天 你会到了越南河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有一个好的老师 没有以利亚带着你 很难过 过到越南河去 所以说怎么样 所以说在这里 我就是鼓励大家 好好在这里 继续的学习 学习 等到有一天 当你到了 你自己的越南河的时候 神就会怎么样 带你过去 这个就是信心的转折 你看这个以利 这个以色列 过的这个越南河 众人如同一人 你看这个 以利沙跟到以利亚以后 他在越南河 他的一个转变 所以说你看 这个越南河是一个 带着在属灵里面 一个非常高的 一个意义 所以愿神来祝福 他的话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我相信在 这个这篇话呢 也是跟很多弟兄姊妹在讲 我也不知道 这个道具 有多常觉得 这篇的道 是在跟你说 但是我相信呢 我想看大家 有多少人觉得 这篇道就是在跟我说的 你举手 好 感谢神 感谢神 这个学校不仅有我 还有我们好多 很优秀的同工 我们这里的同工 不是我自己任命的 虽然是我为他们 祷告案例 但是呢 这个都是上帝所拣选 因为这个学校的 每一个的学校的老师 都是由神灵所拣选 因为这个学校是属于神的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好 感谢主 赞美主 好的 那么这个 这个耶瑟 请你带我们做一个结束道 好的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天早上是在 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主要我们在新的季节里面 领受新酒新高 新高游下来 主要在我们生命当中 主要恳求你 继续地炼金我们 主要让我们成为精精 成为你和神心意的器皿 主要 你就是那陶匠 我们就是泥土 主要你来陶 你来陶罩我们 主要 感谢你今天的信息 再次地把我们 带到每一个点去 主要让我们知道 每一个点 我们都有美好的学习 主要我们感谢 赞美你 愿你继续地 愿施恩于我们每一个人 主要 让我们在神里的 国度的服事上 我们更加利上加利 恩上加恩 荣上加荣 主要感谢主 赞美你 主要 继续地 圣灵继续地 在我们身上 来做洁净的工作 来做提升的工作 主要感谢你 带领我们下一步的路 主要 是的主 让我们知道 我们走的每一步路 都有神 你滴满的自由 主要感谢主 带领我们前面的路 圣灵 你就是我们最好的导师 你就是我们的引导 耶稣 你是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主要 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必不知缺乏 谢谢 我们跟随你的脚中 我们绝对不会差错 谢谢你 赞美你 主 我们摆一下时间 恭敬交托 把我们接下来 新的一个星期 主要 我们的生活服事 也交在主你的手中 愿你亲自的恩手 来带领着我们 主要 感谢主 感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祝福我们将上去的脚步 愿主 耶稣的恩惠 慈爱 都随着我们每一个人 和我们的家人 感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圣命祈求 Amen Amen 好 圣神祝福你们 有个好的周末 下礼拜见